好 接下來就要跟各位介紹那些潮汐的名詞 你就把我 先給我把它背起來 先了解 先背起來 第一個 海水升到 降到最低叫做甘潮 升到最高叫做滿潮 從低點升到高點叫做漲潮 從高點降到低點叫做落潮 落潮是有程度的說法 講退潮是國文比較差的說法 不過現在課本的國文都比較差 都寫退潮 然後呢 滿潮跟高的距離叫做潮差 陸地上會被潮水淹過的部分叫做潮間帶 就這個意思 OK 所以 第一件事情 背名詞 了解每個名詞什麼意思 這樣考卷 你才看得懂 人家問你 這個時候是不是滿潮 這時候怎麼在漲潮 你才懂它什麼意思 升到最高叫做滿潮 降到最低叫做乾潮 低點到高點叫做漲潮 高點到低點叫做落潮 滿潮跟乾潮的距離叫做潮差 陸地上會被潮水淹過部分叫做潮間帶 好 第一件事情 把每個名詞都看懂 知道它在講什麼 是什麼意思 是你要會的第一件事 什麼叫滿潮 什麼叫乾潮 什麼叫漲潮 什麼叫漲潮 什麼叫落潮 什麼叫潮差 什麼叫做潮間帶 先了解 先了解每個名詞的含義 先記住 然後以後的考卷問的問題 你才看得懂 人家就問你說這個時候是在什麼時候啊 是漲潮還退潮啊 你就懂它什麼叫漲潮 什麼叫做退潮 所以第一件事情 背名詞 接下來的東西就是你要給我背下來的 你要給我背下來 你要背 潮信為什麼會形成是受到月球及太陽的影響 然後呢 萬有引力的作用 而其中 月球的影響比較大 因為月球流文比較近 所以考試考兩格 你就行 我寫月球跟太陽 考試只有一格 我們就寫月球 就寫月球 OK 好 因為月球跟太陽影響的影響有潮信的現象 然後背 每天會有長落兩次 兩次滿潮 兩次乾潮 兩次漲潮 兩次漲潮 兩次落潮 我 交罪的時候 我會解釋為什麼是兩次 我未來也會跟你說一遍 你聽得懂 非常好 你聽不懂 你就給我十倍 我會解釋 今天我都會解釋 後面我都會解釋 我都會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聽得懂 Very good 聽不懂 就十倍 聽不懂 就十倍 每天兩次漲潮 兩次漲潮 兩次漲潮 兩次乾潮 碩旺叫大潮 上弦下弦叫做小潮 碩旺叫大潮 上弦下弦叫做小潮 碩旺月 那什麼是碩 什麼是碩 什麼是旺 後面交月球的時候會告訴你 什麼是碩 什麼是旺 什麼是上弦 什麼是下弦 碩旺是大潮 上弦下弦小潮 下潮就是潮差大 長得高降得低 小潮就是潮差小 長得沒那麼高降得沒 那麼低叫做小潮 OK 再繼續背 潮汐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 潮汐週期十二個小時二十五分鐘 And 背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潮汐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所以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他會每天延後五十分鐘 來 上一張投影片跟這張投影片 通通是你要背的 結果背好 正式交 第三次斷考 現在先背起來 未來我都會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是十二小時二十五分鐘 為什麼會延後五十分鐘 我未來會解釋 你現在先不用管 所以我先背好就可以了 就把它記下來就OK了 請問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